这的镜头是编制就连穿越也不例外 所以穿越后你宁愿顶着五千万违约金也要报考公务员 但报名时才发现原生大专的学历连个地瓜都考不上 最后终于找到一个符合报考条件的乐剧团 可拉完二胡之后却被告知不收男小生 见状你一句 男生女婴的戏腔惊艳了在场所有评委 与你搭戏的乐剧小花云霄也在心中暗暗称叹 最后更是平一曲新龙门客栈 成功征服局长拿下编制 而在此之前你也是个在戏曲圈工作的幕后人员 谁知竟穿越成月入两千八 却背着五千万违约金的小明星 上一世考到体制内就可以无条件解约 免交违约金变成自由身 于是在这个世界你也想尝试一番 毕竟这五千万可不是小数目 赔钱是赔不起的 那就只有考公务员了 一念至此你便打开各地的公务员招考网站 却发现很多职位都是本科起步 尚不封地 可原生十八岁进娱乐圈 混到现在也只是个大专 况且招大专生的还真没有几个 而且专业性要求很高 突然一个招聘信息出现在你的眼前 这场小百花艺术团招聘 招聘岗位有琵琶 二胡 舞美 戏曲编剧 见状你高兴得合不拢嘴 前世你也是戏剧学院出来的 古典乐器对你来说可谓是手拿把掐 一念至此你立马给自己报了名 简历写得很华丽 乐器全能 还有五年舞台演出经验 不出所料 两天半后你果然收到了参加面试的通知 一般来说公务员招聘 要先笔试再面试 可能是我的简历太优秀了 所以没有笔试吧 你在心中窃喜 不多是你来到了小百花艺术团 拦住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问道 同志 请问人事部门在哪里 我来面试 眼前的小姑娘愣了一下 他们小百花招男小生吗 她怎么不知道 里面是什么职位啊 你摸了一下头 简历上填得有点多 而且对方在电话里也没说什么职位 那就二胡演奏吧 什么 你拉二胡 小姑娘一脸的不幸 这么年轻帅气的男生拉二胡 二胡不都是上了点年纪的人拉的吗 云霄 快走了 另一个小姑娘在走廊里喊了一声 这个叫云霄的小姑娘说了一句 沿着这个走廊走到底 你去问问吧 说完就跑开了 走到最后一间房间 你礼貌地敲了一下门 你好 我是江华 来面试的 一个中年女人愣了一下 江华吗 好像听团长说过 不过她这么帅气 难道是团里要招男小生吗 扮相应该不错 很清秀 就是个子高了点不好搭戏 一米八三的大个子 穿上厚底靴 那就一米九了 在哪去找这么高的女演员搭戏啊 戏曲可不是电影 可以垫纸箱 不过是团长特意交代的 她也不好拒绝 走吧 我带你去 这个阿姨倒是很和蔼 娱乐圈的人个个都看重利益 远远没有戏曲圈这么纯粹 走进一间办公室 另一个很有气质的阿姨坐在里面 她上下打量着你 嘴里露出一丝微笑 你则是大方地站在她面前 背着背包 风尘仆仆的模样 这个阿姨笑了笑 我看过你的简历 写得很详细 不过你的舞台经验没有五年吧 牛市吹得大了一点 你肝大地摸了摸鼻子 其实原生出道五年 却有三年处于被封杀的状态 但这可能是你唯一的机会了 你马上说道 可我性价比超高呀 我也能唱戏曲 我给您唱一段怎么样 嘿 这小子脸皮还有点厚 都已经被拆穿了 还能这么淡定 不像是一个年轻人 就在你准备开仓演唱的时候 蔡团长打断了你 你的工作关系在花艺吧 文言你叹了一口气 看来这花艺传媒 连戏曲界都不敢惹 这五千万是掏定了呀 你一下子就失去了精气神 只能分一成利润 得给公司赚四亿五千万 才够还违约金 见你状态不对 蔡团长马上问了一句 你先说说你家里人 是做什么工作的 文言你愣了一下 难道还有转机 你下意识地说了出来 我爷爷是抗战老兵 我爸爸参加过月老山轮战 现在在我们县当老师 麻烦就大了 那好吧 你先去练功室等一下 提前告诉你 我们戏曲没有钱 比不上你们娱乐圈 一天几百万 你想了一下再度开口 阿姨 那我们能做生意吗 蔡团长愣了一下 不能 就算参加综艺节目 也要对方单位下戒掉函 不过做一些 积极向上的兼职倒是可以 比如说晚上开顺风车 或者拍短视频 写小说等等 不多时你跟着蔡团长 来到了练功室 里面乐器齐全 还有很多女孩子正在练功 你刚进门的时候 所有的小姑娘都扭头看向你 嘴里嘀嘀咕咕 不知道说些什么 其实你对乐剧 还是有一点了解的 女生戏居多 招的男生也大多数是化妆 舞美和乐器 两个老师小声地问蔡团长 团长 你怎么招一个男小生 我们没有这个先例啊 再说他个子太高了 找不到大戏的 蔡团长摆了摆手 谁和你说他是小生了呀 他是我招来的二胡 他说还会唢呐 不争 让你们看看怎么样 我看不怎么样 太年轻了 你看看乐师们 哪个不是经营很多年的 我们可是乐剧的牌面 不能胡乱招人 另一个老师也摇头 我看没戏 什么都会 什么都不进 先试试吧 人家大老远过来的 江华 你先试试二胡 我们听一下 文言你马上把背包放在地上 拿起一旁的二胡试了试 音调的不错 各位老师 我要演奏战马奔腾 蔡团长笑了笑 这小子还是个不服输的主 一上来就来试集难度的曲目 而你却没注意到 很快投入进去 大家刚开始还无所谓 拉到一半 一位老师疑了一声 他有些意外地看着你 戏和曲不分家 拉得好坏与否 大家也是有基本判断的 当你拉到高潮部分时 练功室的所有人都停下来 一脸错愕 看着这个帅气的小男生 而你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闭上眼睛拉完这一曲 这拉得和艺术团里 刚刚退休的二胡老师一样 可是老师竞赢了一辈子呀 这小伙子和二胡老师的小孙子 差不多大 怎么可能拉得这么好 你轻轻放下手中的二胡 你感觉这把二胡是有主人的 很纯粹 但是在纯粹的人也要吃饭呀 刚刚他问自己能不能做生意 自己差点就否了他 小伙子是担心挣不了钱 娶不到媳妇吧 想到这他笑着点了点头 接下来 你把练功坊里的乐器都演奏了一遍 都是名曲 演奏都在水平之上 卧槽 这还是人吗 所有乐器都会 你在娱乐圈怎么混得这么惨 要不是亲眼看到你演奏 他们甚至都以为是请人代打的 在场的老师和学生都惊为天人 都感觉像是见了妖怪 一片无声 其实蔡团长只是给你一个机会 他还是想招稍微有点经验的 而且你身上还有合同 有点棘手 刚刚还在质疑你的两个老师 脸上也露出不好意思的神色 误会了呀 这家伙不是小声 是乐器大师 你见他们没说话 又为自己争取了一次 蔡团长 我还能唱戏 我给你们唱一个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吧 嘿 这小子还不服气 还想唱戏 乐器自己不行 可唱戏可是他们的本行 一个老师不服气道 林霄 你来和他搭戏 蔡团长也笑道 行 只要你唱得好 我们就要你了 文言你马上开心起来 只要进了体制内 自己下班写小说 发新歌 直播赚钱不算违规 你摆开架势 缓缓开口 没想到这个家伙真能唱 还唱得不错 一个男生居然用女小声的戏枪唱出来 虽然有点违和 不过莫名的好听 和你搭戏的云霄唱枪很标准 明显比你好 但你毕竟还是一个混娱乐圈 唱惯了流行音乐的人 如此一看就很令人惊艳 这小伙子是一个宝藏呀 封杀得好 不然他还捡不到这样的宝 可是他身上的合同怎么解决 艺术团只是一个二级事业单位 不太好协调呀 蔡团长皱起了眉头 见状你以为他还不满意 最后说了一句 我会编剧 我能编年轻人喜欢的乐剧 年轻人喜欢的乐剧 蔡团长重复了一遍这句话 然后眼睛一亮 现在年轻人喜欢看电影 喜欢寒流音乐 就是不喜欢听戏曲 戏曲需要走近年轻人 戏曲需要变革 不能还是老一套 他拍了一下手 斩钉截铁地说道 小江 你被录取了 不过我们艺术团的工资 可能没你在娱乐圈的多 你可想好了 而你只是弱弱地问了一句 能包吃包住吗 有无险一惊吗 几个老师对视了一眼 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这小子很好玩 一点没有被娱乐圈污染 很不错 是他们需要的人 蔡团长伸出手微笑着说道 有无险一惊 没演出一场还有演出费 这是正规编制到手了呀 那谢谢蔡团长了 话音未落 你的手机响了 来电显示的是经纪人 应该算是前经纪人 被封杀了以后 经纪人就接手其他新人去了 因为你身上没有一点经纪价值 对此你感到无奈 只好皱起眉头看了蔡团长一眼 结巴 蔡团长很温和 他也知道你最近几年的状况 谁让他小女儿粉你呢 而你刚接通电话 那头传来一个咆哮声 声音很大 你都没来得及走出练功识 江华你死哪去了 李总的酒吧开业 你去酒吧捧场接待一下 他的几个朋友如果不来 你一辈子别想上台 其实说白了就是看在原生有几分姿色 让你去陪傅太太们喝酒 见状蔡团长愤怒了 这简直是有辱斯文 江华这么好的苗子 他们怎么敢呢 不行 我必须去找局长 我不信在大厦的苍穹之下 几只苍蝇也敢肆意飞舞 于是蔡团长领着你来到了旅游局一把手的办公室 局长 小江就是我们需要的人才 他年轻思维活跃 而且有五年娱乐圈的经验 知道怎么吸引粉丝 让年轻人也爱上戏曲 局长揉了揉脑袋 被炒了一个早上 要是一般的公务员 走一个流程公事一下就行了 可你不一样呀 你身上不仅背着合同 还有五千万的违约金 况且艺术团就是一个二级事业单位 没有这么大的面子和民营企业协调 除非你考的是军队或者公检法 那边就会无条件放任 或者你考一个总政文工团类似的大艺术团也行呀 可你只是考一个地方艺术团 人家面子都不会给你 凭啥你一句话 五千万就不赔了 而且开了这个先河 以后娱乐圈被套牢的明星 转身就进入地方艺术团 钱也不赔了 这等于动了多少人的蛋糕 他一个小小的局长扛不住的 你把事情想简单了 这件事还真不怪局长不答应 二级事业单位 没有这么大的面子协调 看到局长不管不顾 蔡团长也急了 相处下来他觉得你确实有想法 也许戏曲是威的局势 会在你手上扭转 最重要的是 他看到你身上的另一种可能性 戏曲也需要与时俱进 哼 你不干我去找总局 我不信一个小小娱乐圈透明人 他们还卡着不放人 局长站起来拍了一下桌子 蔡飞 你能不能有点脑子 五千万呀 你以为那边会轻易放人 你们就是一个二级事业单位 放了他不要紧 以后娱乐圈再有卡合同的事情 明星们会怎么办 找一家地方艺术团挂职就完事了 人家赚的就是这份钱 你这是党人家的财路 局长说的很明显了 娱乐公司解约金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收入 你考一个二级事业单位就想解约 简直天方夜谭 人家还赚不赚钱了 这个领导能这么说 证明他有办法 这也是你现在能接触到的最大的领导 有些时候 不是是怎么能知道行不行的 死马当活马一把 大不了去当文艺兵去 反正你不会坐以待毙 局长 我准备排新的乐剧新龙门客栈 唱词都想好了 我相信年轻人会喜欢的 我们团一定会让乐剧走向全国 说完你唱了一小段 很惊艳 连蔡团长都没听过 这下更确定了他的想法 这家伙身上可以给乐剧多一种可能 娱乐圈可以少一个小透明 但是乐剧圈需要一个破圈的契机 一曲唱完 局长拍了拍手 很好听 但是我没有办法 这下你终于死心了 看来自己想多了 普通的公务员还不能解约 等等 你爷爷是战斗英雄 局长看了一下你的档案 眼前一亮 对对对 我爷爷从抗日战争打到抗美援朝 这样吧 我们旅游局和你的原单位协调一下 尽量争取和平解约 还有 我要提醒你一句 你不能和原公司解约了以后 就离开艺术团 不会 我已经被娱乐圈封杀了 回不去的 只要包吃包住无险一斤就够了 我准备在小百花干一辈子 行了 回去等消息吧 见到局长发话 你终于松了一口气 你不知道局长为啥临时决定帮忙 如果局长都搞不定 那就真的是没办法了 小江 你小子还藏了一手呢 快快给我说说新龙门客栈的想法 蔡团长想听 你也不藏着 前世这个新派乐剧火遍全网 直接一票难求 你作为一个戏曲迷 当然也去听过 所以记得很清楚 真的很不错的一出戏 蔡团长越听越心惊 这家伙怎么想的 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沉浸式看戏 于是你从现场的布置 一直到唱词 一股脑袋都说了出来 听得团长一阵心花怒放 他以为你是吹牛呢 没想到还真能当编剧 江华这小子 他们艺术团要定了 谁来也不放 与此同时花艺传媒公司内 魔都分公司机总正在打听你的联系方式 你的朋友卫元不敢得罪 只好拿出电话给你拨了过去 打开了免提 过了老半天 你才接通电话 电话里头还有唱戏的声音 什么事 你的声音传了过来 卫元还没有说话 机总就咆哮起来 整个练习室里音语密布 江华 你TM的死哪去了 马上回来 这个月的工资别想领了 那边过了好久 才有一个女孩的声音传了过来 江华 你手机放到椅子上干嘛 还通着电话呢 这可把机总气得不行 这家伙肯定又去泡妞去了 下个月的工资 他也不要想领了 扣完 全部扣完 终于在机总彻底爆发之前 你的声音传了过来 我明天回来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差点没把机总气吐血 这家伙胆子太大了 第二天一早 花艺公司门口 分公司的一把手 正领着一众大佬 还有明星站在大厅内等候 听说总公司的老板 要携旅航程邮局领导 还有艺术团来公司考察 说是要促进娱乐和戏曲的合作 在场的可都是大佬 就连魔都分公司的 两位一线演员都出现了 机总也站在他们身后 不多时车来了 不是大老板的劳斯莱斯 只是一辆普通的中巴车 中巴车门打开 大老板居然扶着一个老太婆一起下车 身后跟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机总 魏元 所有认识你的人都傻眼了 揉了揉眼睛不敢相信 今天的你身着黑色行政夹克 戴着金丝眼镜 文质彬彬 气质慵懒 卧槽 江华 机总脸色阴沉 他怎么会在这里 真要让他闯进来 在大老板面前乱说话 大老板不得把自己吃了 想到这机总连忙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江华 你蹭车蹭到人家艺术团车上了呀 董会在教训 他拦住你的去路 压低声音警告道 赶紧滚蛋 今天放你一马 至于那个什么艺术团 压根就没怕过 与此同时他的狗腿子 你的前经纪人也走了过来 准备把你赶走 看着面前的哼哈二将 你笑了 机总是吧 我知道你和经纪人同流合污 卡新人合同 压榨新人的潜力 而机总则是一脸无所谓 娱乐公司都这么干的 你能拿我怎么样 老师告诉你 你的三位队友退圈 给我们公司带来至少2000万的违约金 你有钱赔骂 实施物者为俊杰 像你这种没钱没背景的小艺人 还死脑筋 怎么可能会成功 见此情形你只是平静地说道 今天我是来交流学习的 学习 机总和经纪人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你 你一个娱乐圈小透明 还交流学习 这时蔡团长穿着小百花的团服 身上带着工作证 喊起了你名字 小江 干嘛呢 快来快来等着你吧 而你慢悠悠地从兜里拿出工作证 往身上一挂 一脸微笑 好狗不倒道 开什么玩笑 这家伙只会唱流行歌曲 但是艺术团都是搞戏曲的 他会唱戏吗 蔡团长拉住你的胳膊 小声嘀咕道 一会儿我们老团长给你们老板说一下 把你的关系转到艺术团 你可千万别冲动 蔡团长是真的起了爱才之心 连自家的老团长都搬了出来 谁家艺术团还没有老宝贝啊 老团长还接受过教员的接待 如果这个面子都不给 那花艺传媒可得罪了整个戏曲圈子 虽然戏曲是威 戏曲演员赚不了大钱 可是戏曲圈团结啊 这就够了 他真的怕你年轻冲动 要是打架可就不好办了 我知道了 我情绪很稳定的 不会冲动 你冲着蔡团长摆了个鬼脸 不顾其他人惊讶的目光 你扶着蔡团长走进了花艺大厅 见到如此毫无人性的大厅 蔡团长不禁感叹 我们小百花要是能这么有钱就好了 他们也就不会离开了 而你则是拍着自己的胸口 没事 现在我来了 很快我们小百花会火遍全国 蔡团长给逗笑了 还火遍全国 他们都下乡演出去了 你多给我拍几部新戏 让大家有口饭吃就行 看着你们离开的背影 鸡总他们茫然了 这家伙真的混进艺术团了 不过这不影响合同赔付 该多少钱还得多少钱 即使是违约金不合理 减免一部分 江华这小子也赔不起 另一边大老板 带着艺术团的众人参观公司 别看人家级别不高 但那也是体制内的 传承几十年的艺术团 谁家还没有几个父亲戚 金老 您看这是我们的练习室 平时新人啥的都在这里练习 不错 不错 比我们的练习室好 他回头给蔡团长说道 我们要与时俱进 不能故步自封 吸收别人长处 金老看了你一眼 拍了一下手 对了 我们要拍一个乐剧大电影 到时候给你们戒掉一些演员怎么样 这是好事啊 乐剧大电影 虽然没啥票房 但是能破圈呀 戏里也是一个不小的群体 王老板 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想问你要一个人 王老板犹豫了 你要蔡公子 或者徐坤 那我们花艺传媒还赚不赚钱了 而金老则是装作不在意 继续说道 放心 不要明星 只是你们花艺的一个边缘人 王老板松了一口气 小透明而已 花艺要多少有多少 这时机总急急忙忙的走了进来 听到这老人家要人 心里顿感不妙 江华同志 还不快点过来 文言你快步走到王总面前 淡淡的笑了笑 王老板上下打量着你 这人什么来头 居然被艺术团看中了 还把家里的宝贝疙瘩都搬了出来 他做生意这么多年 也不会因为人家的一句话就放人 最重要的是开了这个仙盒 以后再有人要人 他怎么办 这时分公司的大佬急忙凑到他耳边 江华是我们的员工 外形还行 签了十年长约 违约金五千万 三年没有活动 此话一出王老板怒了 这TM家里没背景还好 你看看人家连宝贝疙瘩都搬出来了 封杀人家的时候也不调查调查 五千万也好意思要 人家上法庭也赔不了这么多吧 眼前这个老艺术家可是戏曲界的态度 只要说一句话 他们花艺公司基本上就和戏曲界翻脸了 见状他马上说道 去把江华同志的合同拿来 姬总结了 江华如果就这样轻松的跑了 这个面子就丢大了 于是他公身到王老板耳边 老板 这不能直接放人的 我们一人不有几千份合同 要是有样学样 王老板犹豫了一下 直接大声问道 王总你来说 按照法律 他要支付多少钱 他白的鸡总一眼 这人还是一身的江湖习气 不堪大用 分公司老大王总摸了一下头上的汗水 这个这个 他们组合前两年给公司挣了二百万 五个人的话 就是每人一年挣二十万 而且他还有五年的合同 这个赔偿方案 应该是大差不差 闹到法院也是这个方案 王老板笑着问道 金老 您看这个方案行吗 我们旗下有几千号艺人 要是零违约金 我们不好管了呀 金老看向蔡团长 蔡团长咬牙说道 可以 我们艺术团要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一百万呀 要一个三年没有活动过的人 血亏 戏曲又不赚钱 他们图什么 看到蔡团长的样子 你很是感动 艺术团什么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入不敷出 很多时间都下乡演出 赚取微薄的收入 甚至很多优秀的演员 因为工资低养不活家人 被迫离开他们热爱的舞台 这一百万艺术团 要砸锅卖铁 我看过小江和你们新排练的戏 很不错 我很喜欢 你的眼眶湿润了 这种来自别人的信任和关心 你在娱乐圈从来没有感受过 这是你突然开口 我有钱 我自己掏钱解约 蔡团长愣住了 这小伙子什么情况 他又不是不知道 就背了一个背包去的小百花 衣服只有两件 还顺艺术团的团服穿呢 怎么可能有一百万 听到你要自己掏钱解约 王老板松了一口气 一百万对他来说不算多 主要是开了这个口 后面就不好管人了 那就这样 人就交给你们了 不过钱从哪里来啊 你现在满打满算手里 就两万多块钱 还是平时扣出来的 三年没活动 一个月五千块钱 能存下这些已经是极限 于是你立马拿起电话 走到一边 你要找义父 喂 老魏啊 今天怎么没在公司看到你呢 魏元现在正在一家 商城开幕式上跑商业 刚刚才下台 看到你这小子的电话 还很好奇 这家伙几年没主动和他联系 现在居然主动给他打电话 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昨天还和机总闹翻 是不是要找他帮忙 拜托他也只是人家砧板上的肉 说吧什么事 我还要赶下一场活动 你则是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这个能不能借点钱给我 我马上还你 记忆中他这个不算朋友的朋友有点钱 当听到要借一百万的时候 魏元下的手机都差点掉到地上了 一百万真当他是做慈善的呀 不多时你便收到银行卡转账的声音 整个人又有精神了 蔡团长担忧的走了过来 怎么样了 要不还是团里给你想办法吧 他拍了拍你的肩膀 江华同志 你现在是有组织的人了 有什么困难尽量说出来 同志 这是多么亲切的称呼啊 这两个短短字音 却充满着热情与信任 你喜欢这个称呼 去财务那交完违约金之后 你安安静静地站在蔡团长后面 蔡团长投来询问的目光 见你一脸轻松的样子 蔡团长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一百万呀 真让团里拿出来 那不得拖一层皮 不过这算是欠小江的吧 以后大不了补偿小江 对了他上次问能不能做兼职 应该就想到这个结果了 小江人真不错 和他说的一样情绪稳定 一般人遇到被封杀这件事 真没有他这么淡然 这小子应该没有女朋友 团里那么多漂亮女孩子 自己做主了 分他一个 想到这蔡团长不由地笑出来了 而你没有说话 静静地跟在人群后面 参观着花艺豪华的办公大楼 录音室 练工房 高科技满满的会议室 3D电影大厅 一切都显示着花艺的实力 可在场的艺术团成员一点也不羡慕 他们只有三层小楼又怎样 那是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 我们就参观到这吧 以后大家多交流交流 今天目的已经完成 金老年纪大了 走了这么多路 也累了 见状你连忙上去扶住金老 老人家很开心 对着录音室说道 我们小百花要是有这样的录音室 肯定能录出很好听的乐剧 放到那个什么网上 肯定能让很多人喜欢 王总笑道 可以啊 只要我们录音室有空闲 你们都可以来录音 顺水人情的事情 再说了录音室又用不坏 老人家笑着摇头 算了算了 这个录音室看起来很贵 就不麻烦了 今天感谢王总招待 我们先走了 欢迎王总以后来 小百花艺术团来玩 说完老人家转身就走 没有一点留恋 这些东西终究不是自己的 蔡团长小声地问了一句 江华 这个录音室多少钱呀 几千万吧 里面的设备都是进口的 这把蔡团长吓了一跳 他以为几百万就能弄一个出来 娱乐圈真有钱 想到这 他有点落寞 你凑到他耳边 没关系 面包会有的 牛奶也会有的 宽敞的表演大厅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被启示彭薅人 大家欢欢喜喜上了车 说不羡慕是假的 但是大家心里憋了一口气呢 上车之后 金老健车厢里的气氛有点沉默 江华同志 给大家唱你们最近新编的 那个乐剧听听 我很喜欢听了 好呢 那我就现丑了 见状你也不好意思推托 咳嗽了一声 开始做金香玉的娇羞状 这小眼神多迷人呀 小模样就这么起来了 男人娇羞起来 还真没有女人什么事了 哈哈唱得好 唱得好 金老一边打拍子 一边还跟着哼哼两句 小伙子有才 声音条件不错 不过上台还需要唱 念 做 打 最重要的是 他会编戏 一百万不亏 可惜团里没钱 亏待小江了呀 一曲唱完 众人纷纷鼓掌 金老一游未尽 再来一曲 还没听够呢 三天后你要和其他人 一起做一个比赛 是 上面有人就是不一样 不过该走的流程不能少 面试可以免 比试还得过线 今天小百华派了一个人全程指导 正是前年的比试第一名陈丽君 这小姑娘还不乐意 只是丢了两本书给你 你先自己看书吧 实在看不懂去练功房找我 我去练功了 其实只是走一个过场 比赛不要太难看就行 毕竟你的档案都被提过来了 只能说有组织的人确实不错 而你则是乖乖地翻开书看了起来 这一看就是一早上 也许是融合了两个人的大帽 你的记忆变得很好 连前世小时候和邻居姐姐一起洗澡 都记得清清楚楚 一本书很快看完 你伸了一下懒腰 正准备看第二本 只见门口出现一个圆圆的脑袋 大眼睛眯起 扫尸了一眼你 这可把你给逗笑了 李云霄这姑娘晚上喜欢看手机 有点近视 姜华 吃饭了 一会儿没饭了 见状你放下书 跟着李云霄去往食堂 路上他背着小手 蹦蹦跳跳地走在你前面 书背得好不好呀 不会考卦吧 说完捂着嘴笑 有什么好笑的 乐剧团就是这一点不好 居然只能凑齐一支男子篮球队 你来了才有一个tip 也就演奏老师有几个是男的 年纪还不小 化妆师也有一个是男的 不过已经结婚了 这样一来 你反而成了团宠 李云霄继续说道 不会吧 不会有人连比试都过不了吧 你则是拍了一下他的头 你想啥呢 你叔叔我是过不了的人吗 哎呀 你又占我便宜 小屁孩 还没我大呢 李云霄摸了一下头 回头瞪了你一眼 你摸了一下鼻子 忘了如今的自己才23岁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把人家当小姑娘了 其实李云霄比人生还大一岁多呢 行了 晚上请你喝奶茶 听到请客喝奶茶 他眼睛都笑弯了 这是一个纯纯的吃货 不过他怎么吃都不瘦 这是你很佩服的一点 两人走进食堂 见到食堂里的阴阴艳艳艳 你也不感到稀奇 已经习惯了 而刚开始的时候 你甚至感觉自己掉进了盘丝洞 江华弟弟 快来我这边 姐姐帮你打饭 江华弟弟 快来这边走 你快速打个饭 往化妆师小孙那边坐了下来 太恐怖了 长得太帅也很烦恼的 小孙笑道 江华同志 你很受欢迎吗 而你则是埋头干饭 对未来有点担忧 三天后 你终于正大光明地带上了工作证 在小百花艺术团畅通无阻 演员们的更衣室除外 你拍了拍小百花团服 仰起头走进小百花的三层小楼 从今天起你的生活将翻开新的一页 目光所及 皆是星辰大海 啪 哎呀 谁打我 李云霄从背后跳了出来 上下打量了一下你 嘖嘖 长得真漂亮 可惜 你推了一下他 男人不能用漂亮来形容 我这是帅气知道吗 墨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哈哈哈 脑袋圆圆的李云霄 用小手戳了一下你的小肚子 有啤酒肚的公子吗 过分了呀 你揉了揉自己的肚子 哪有第一天上班就戳人家痛楚的 李云霄看你脸上不悦 马上说道 你不会生气了吧 我给你道歉呀 你帅气 全团第一帅 你也懒得理他 刚开始还以为他是一个二人 没想到熟悉以后 自己反倒成了他的玩具 江华弟弟 别生气了 我请你喝奶茶吗 你摸了摸肚子上的坠肉 发誓从明天开始 要把腹肌锻炼回来 两杯 两杯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 君君呢 怎么不见他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是个眷王 半夜就来练功房了 文言你摇了摇头 这样训练很不健康 前世你饱受病痛折磨 也知道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正巧这个时候 你急忙冲了进去 就看到陈立军倒在地上 脸色惨白 他的身边围了一圈女孩子 一个个忙着掐人钟 拍肚子 分开点别围着 留点新鲜空气给他呀 谁身上带着糖水或者橘子 就这模样 加上他半夜练功 肯定是低血糖了 李云霄马上从兜兜里 掏出一个橘子剥开 他的兜兜还真是白宝箱 你立即扶住陈立军的头 给他喂了下去 过了一小会儿 陈立军终于缓了过来 不过看到自己 躺在江华怀里 脸上一下有了血色 想挣扎着站起来 你一把把他抱到旁边的椅子上 你不要命了 半夜起来练习 小姑娘家家的 你这是在透支身体知道吗 周围的小女生都被你吓到了 谁都不知道 你其实是个心理年龄 五十多岁的妖怪 陈立军还想辩解 你则是瞪了他一眼 我什么我 信不信我给毛老师说 不不要 我一会儿就去休息 你把剩下的橘子塞给他 口中还埋怨到 小姑娘家家的一点 都不注意身体 到老了一身毛病 有你好受的 理是这么个理 但是从你嘴里说出来 咋这么为何呢 陈立军小声嘀咕了一句 你比我小 岁数大怎么了 还不是照顾不好自己 熬夜训练 你以为你身体是铁打呀 人家NBA球员都不敢这么练 这小子一套一套的 还挺有说服力 别看陈立军在台上是帅气女小生 训练刻苦也好强 可是生活中 就是一个不会照顾自己的小女孩 还内向社会 他嘟囔了一句 我只是想快点上台表演 可看到你的眼神瞪了过来 立马低下了头 闹剧结束 练工坊里 大家都在加紧排练星系 而你却没啥事了 大家不敢再调性你 因为你早上教训军军的时候 简直和毛老师一个模样 有点吓人 不过此时 你则是在考虑如何搞钱 毕竟体制内能赚钱的兼职不多 其中最合适你的应该是写小说 陆哥也要花不少钱 那就写网文 这东西来钱快 听说网文头部作者月入百万呢 前世生病的时候 你就喜欢看网文 但不知道圈内什么情况 只是听说很赚钱 直到李云霄用手在你面前扬了扬 你才回过神来 发什么呆吗 毛老师叫你去剧场看看 毛老师可是小百花的台柱子 以前是团长 现在负责剧场那边的事情 应该是星系要开眼了 你这个挂名编剧得去看看 文言你拍了拍手 走出练工房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这家伙早上训斥军军的模样 有点吓人 到底谁才是新人呀 不知道谁嘀咕了一句 大家纷纷响应 就是 就是 江华一点都不可爱 兮兮 早上江华抱军军的画面 我给拍了下来 云霄你老公被人抱走了 都说声不离蛋 云霄和军军一个唱花旦 一个唱小声 早就被团里的人阻了CP 云霄则是歪着脑袋对道 我们是官配的 他抢不走 此时你赶到乐剧院 发现这里正在搭沉浸式舞台 乐剧被称为第二剧主 仅次于京剧 只有一百年的历史 虽然年轻 但也一直走在创新的路上 只不过大家也不知道 这次创新有没有效果 毛老师一看到你走进来 一把抓住你 小江 你正式上班了吗 体检过了吗 你摸了一下鼻子 自律锻炼得提升日程了 连毛老师都觉得你体检有问题 过了 很健康 就是有点超重 那就好 接下来几天 你就来剧场 三天后我们新龙门第一场演出 乐剧能短短时间成为第二剧主 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 练功房里 大家没日没夜的排练 剧场里 工作人员们也在加快速度搭建舞台 所有人都一条心 这种氛围你很喜欢 于是你马上投入工作状态 和其他人一起对舞台 灯光 还有不仅进行优化 毕竟你有过几十年 娱乐圈幕后工作经验 上手一点都不难 看着你逐渐掌控全局 毛老师拉着旁边的另一位老师 这就是我们蔡团长 在那挖来的宝贝 我刚开始还觉得他太年轻了 我还要把把关 你看看着 都没我什么事了 旁边的老师小声说道 江华以前混娱乐圈的 还火过呢 蔡老师的小女儿是他的粉丝 哈哈 怪不得老蔡不准他女儿来剧团了 真是怕白菜被拱了吧 两人哈哈大笑 认真工作的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一转眼就是下班时间 不过大家都在努力 你也被这个氛围感染 赚钱吗 什么时候都可以 一直忙到深夜 终于把舞台搭完 你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 身体上是累 但是精神上它是满足的 这时你打开自己的二手笔记本电脑 你在西红柿上注册了一个账号 李明嫣南飞 还是那句话 要赚快钱就得搞无恼爽文 一开剧就拉仇恨 战神坠续便是首选目标 于是你写的小说就叫战神殿 第一张女儿求救 战神一怒血剑十步 记忆力好就是不一样 基本就是照搬照抄 第二天新龙门客栈的第一场戏准备饰演 大家都不知道效果 如果成功了 那就开了一个先河 也给戏曲圈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好了 观众进场了 大家准备 而你则是安静地坐在位置上 手上拿着一支树笛 你的本职工作是乐器演奏 没想到坐了几十年幕后 来艺术团还是坐幕后 但是这个幕后不一样呀 大家有共同的目标 精气神都不一样 今天你穿了一件刺绣的长衫 整个人玉树临风 坐在舞台旁边的高台上 整理了一下衣服 下边的观众先是一愣 然后开始小声交谈起来 这人好像有点熟悉啊 有点帅气 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拿出手机 开始拍摄 然后若有所思 整个剧场瞬间黑了下来 大屏幕上出现字幕 主编江华 音乐指导江华 然后就是演员阵容 基本上都是年轻演员 下边这个用手机录像的 小女生眼睛一亮 仿佛发现了什么盲点 这是少年团的江华 她很确定 毕竟自己粉了半年的爱豆 爱豆转行搞戏曲了 这简直是泼天的流量呀 也许你不够火 但是架不住你有话题度 女孩叫阿丽不哭 是一个五十万粉丝的小网红 只是来陪朋友来看一场戏 却没想到让她发现天大的秘密 虽然你被封杀的事情 不是什么秘密 但你这跨度太大了呀 而舞台上的众人 却是丝毫不知 大幕徐徐拉开 演出正式开始 不多时演出结束 今天的演员是一组 所以李云霄他们B组 并没有上台 这也是陈立军晚上加练的原因 因为他不服输 不过总有机会的 看着台下如潮水般的掌声 大家心底的石头终于落了下来 演出成功了 而你则是在台上默默地看着他们 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 被团长如此看重 为了帮自己解约 甚至请出团里的镇山之宝 自己如果不做出一点成绩 真的对不起大家 不过你没有注意到 此时台下有一个人 正死死地盯着你 大幕缓缓拉上 你也拿着自己的树笛下了台 走过舞台后面的通道时 看到大家紧紧地抱在一起 小江快来呀 站在一边干嘛呢 团长 毛老师把你拉到中间 如果你不是男人 他们都要把你举起来了 哈哈 我就知道你小子是个宝 我的眼光很准的 团长拉住你的衣袖不停地夸 见状你连连摆手 演出成功是所有人的功劳 我一个人可做不到 蔡老师你可别夸我了 容易跳 四日一早 抖音APP上突然出现一个视频 震惊 擅长唱跳rap的爱豆居然转行唱戏 一打开视频 就是你那有一点婴儿肥的脸蛋 搭配身上的刺绣长衫 而你却浑然不知 此时的你正沉浸在数钱的快乐之中 因为你写的小说 直接登顶新书榜低迷 小说的稿费第一天就破了9000块 这还是短视频推广没有开始的情况 只要稳住不蹦 便是妥妥的大爆款 你想找一个人分享 可是翻开手机一看 除了艺术团的人 手机里就只剩一个老魏 还有爸妈 正想着放下手机呢 老魏的电话打了过来 喂 江华 你这糟糕的家伙真的很糟糕 你天眼去唱戏去了居然不给我说 你掏了一下耳朵 听得出来老魏是真的心疼钱了 行了老魏 说三个月就三个月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你经常骗我 解约了去唱戏 你成了明觉又怎么样 一年的收入 还不如明星一天的通告呢 对此你感到疑惑 这家伙是怎么知道自己来艺术团的 这件事没和任何人说呀 于是你问了一句 你怎么知道我进乐剧团了 卧槽 猛逼了 就演了一场就上了热搜 不可能吧 再说自己又不是演员 这伙了不知道为不为规 自己也没进过体制内 于是你马上挂断电话 打开眼皮看 顿时松了一口气 还好 不算火 才第十一名 前面十个热搜的热度比这高多了 也不知道那个冒事鬼 居然把演出的视频拍了下来 自己又不是流量明星 要这热度干嘛 与此同时花一传媒办公室内 一打资料被狠狠地丢在地上 机总敲着桌子 死死地盯着经纪人 经纪人捡起资料 一张不太起眼的报纸 你的报道赫然出现在上面 标题是 娱乐圈爱斗在就业 登上平台热搜 经纪人马上解释道 机总你放心 就是一张没多少销量的小报纸 现在谁还看报纸呀 江华他翻不了身 唱戏能赚几个钱 机总皱起眉头 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只不过是一个热搜而已 马上压下去就行 王凯的专辑准备好了吗 趁着这一波电影的热度 尽快出新专辑 收歌粉丝 已经收了十首歌 等他空闲了就录制 机总一拍桌子说道 他白天拍戏 晚上没时间录音吗 等他有空 这家伙有空就去泡妞 一个月之内 把专辑弄出来 第三天上班时间 你跑步去了蝴蝶剧场 从今天开始自律 网上都在说你胖得更可爱了 可是男人不是应该用帅气来形容吗 所以你迈开脚步 跑到剧场 可是刚到剧场门口 就被一群女生围了起来 见状你人了 这你马就是成名的感觉吗 太恐怖了 还好被艺术团的人看到了 马上把你护住 往剧院里面走去 毛老师无语道 江华 没想到我们小百花 现在最火的是你 真不愧是以前的爱豆 你也无语了 我也不知道呀 我以前也没这么火的 我又不是流量明星 只是个吹树笛的 旁边的云霄吐了一下舌头 心有余计 哇 刚刚吓死我了 这些粉丝太疯狂了 娱乐圈是不是都这样呀 结束闹剧之后 你来到了演出后台 今天轮到你和B组一起演出 毛老师见你又准备拿树笛上台 急忙拦住了你 今天琵琶老师休息 你去弹琵琶吧 文言你只是耸了耸肩 无所谓的琵琶也是手拿把掐 于是你换上长衫 拿起琵琶就走上舞台旁边的高台 演出开始 一开始登场的是云霄 他在舞台上和生活中简直是两个模样 他眼睛相遇 让人一眼就一步开眼睛 俗而不昧 叶而不腰 谁能想到他现实生活中是一个画牢 喜欢吃东西 但是怎么都吃不胖 紧接着是蔡老师演的千户大人 也太好笑了 他们演过一场 基本上有了经验 可当你的琵琶独奏响起之时 台下突然哄闹了起来 大厅里发出一片尖叫 非常影响其他人看戏 见状你觉得必须发一个声明 劝一下疯狂的粉丝 别搞饭圈那一套 这里是戏曲圈 喜欢就来看戏 不喜欢也别来打扰别人 一个小插曲 以镇定自若的应付了过去 大幕缓缓拉开 接下来是东场场曹甲亭上场 陈丽君的戏装刚一亮相 就让你感到惊艳 之前只在练攻防的时候 看过他排练 很坚强的女孩子 也很有冲击 这戏装一上整个人就不一样了 活脱脱的帅气小声形象 君君有火的潜力 云霄也很不错 两人组的CP应该很有市场 正当演出准备开始的时候 一声乐剧戏枪 打断了戏曲的进度 原来是千户的道具刀给弄断了 为了避免闹出笑话 你马上开始琵琶独奏 灯光师也非常配合的 把舞台灯光关掉 打了一束光到你身上 整个演出大厅开始 静静的欣赏音乐 毛老师在下边松了一口气 戏谜的包容度很高 但是这低级事物总归是不好的 过了一小会儿 灯光师马上把灯光转到舞台上 你也松了一口气 演出继续 接下来大家稳住心神 演出很成功 为了避免疯狂的观众 演出结束后 你最后一个走下舞台 可你刚一出门 就遇到了那个 让你火爆全网的罪魁祸首 不是别人 正是阿里不哭 此时他正在剧院外直播 你刚走两步就被他叫住了 小哥哥 你也是来听戏的吗 直接阿里不哭走到你面前 然后手机一转 小哥哥 我在直播 你方便入镜吗 我直播间有一万人 一万人 文言你立马想到 如果一万人每人刷一块钱 那不就是一万块 和写小说的收入差不多 于是你把头凑了过去 小心翼翼的看了一眼直播间 卧槽 真的是一万活人 弹幕礼物直接飘了出来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 紧接着大家发现了什么 马上刷了几发火箭 主播 这人就是江华 快把他抓住 这一下麻烦了 你想跑路 但阿里不哭立马拉住了你 我是你的铁粉呀 从小听你的歌长大的 哈哈原生18岁出道 15岁开始唱歌 你还能从小听到大 大街你吹牛能不能靠谱一点 直播间的观众都笑疯了 似乎透过你的墨镜 都能看到你的无奈 主播你好像被嫌弃了 江华才23岁 和你样大呢 阿里不哭马上小声地说道 江华大大 能不能帮帮忙 观众们想看你 今天的打赏我一分不要全给你了 文言你愣了一下 打赏给我 这一个火箭多少钱呀 不过钱还要自己赚才香 看来直播也是一个不错的手段 这时你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那就是晚上写小说的时候直播 站着就把钱赚了 你教我直播 我就在你的直播间出镜 条件达成 你终于摘下墨镜 直播间礼物直接飘频 大家好 我是小百花艺术团的江华 江华 大家都在关心 你在就业进艺术团经过考试的吗 文言你摸了一下鼻子 那是必须的 我笔是第二名 专业第一名进的艺术团 直播间有人又问了 江华 你花艺的合同不是还有五年吗 难道考编制就能解除合同 而这一次你看了一眼弹幕 却是选择不正面回答 这就是一个黑粉 要是真这么简单 那些娱乐公司吃傻 娱乐圈到戏曲圈有什么不同 另外两次演出 吹了树笛也弹琵琶 你都会什么乐器 这就问到点子上了 你终于露出了微笑 怎么说呢 戏曲圈更纯粹一点 我也更喜欢 至于我会的乐器 基本上都会一点点吧 这波装的不露痕迹啊 直播间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生活嘛 就是不露痕迹的装一下下 这家伙太装了 基本上只会一点点 我记得没错的话 他好像还会吉他 钢琴 正在这时 一帮狂热的粉丝 循着直播间就冲了过来 啊 江华 江华我总算找到你了 见状你立马戴上墨镜 落荒而逃 回到宿舍 你觉得亏了 因为你上网查了一下 一个火箭老多钱了 于是你立马注册了一个账号 名字叫什么呢 自己好歹也是一个公务员 用本名上网 肯定不好要礼物 那就先弄一个账号 专门直播 再弄一个本名账号 就搞乐局推广 正好你有两个手机号 你简直要被自己的机制所折服 账号名字 江南第一申请 第二个账号 就是单位名称加姓名 这没啥好说的 弄好以后 你先传了一段 自己拉二胡的视频 两个账号一起传 相对而言 你最擅长的还是二胡 至于开直播 你现在条件有限 只能把直播间打开 放到一边 然后开始马字 老魏那边也很困难的 这家伙28岁了 还是一个孤寡 100万是他存来娶媳妇的 自己作为兄弟 可不能拖人家后腿 沉迷马字的时间 你对直播间没啥关注 不一会儿 涌进来几个游客 卧槽 我发现了什么新大陆 这不是最近那个 在就业的爱动吗 快去叫人来看呀 等等你们发现 他在干嘛了吗 好像是在写小说呢 你看笔记本上 这一下不得了了 桃子直接两发火箭 给直播间引来一大批游客 你却对此茫然不知 正在全力马字 殊不知直播间里 自己聊开了 开始给新来的人 科普你的事迹 被封杀 然后考试也变 不得不说 这一届的网友 还真是神通广大 小百花才把 录取的人员公示在网站上 大家就给挖了出来 码完六千字 你伸了一个懒腰 顺便看了一下直播间 居然有五千个人在呢 而且没有你 他们也能吹上 谢谢 谢谢大家来看我 谢谢桃子的火箭 刚刚在写东西 没注意 江华哥哥 你在码什么 能不能让我们看看 见状你干大一笑 这就不要了吧 很羞耻的 为了感谢大家 我给大家唱的 天下吊上的灵妹妹吧 天上吊下的灵妹妹 戏曲唱腔一出 整个直播间的弹幕停止 等你唱完 礼物直接飘平 谢谢七七的火箭 谢谢桃子的火箭 大家太客气了 不用送这么多 一不小心 今天的任务超额完成 这钱还真好赚 看样子用不了三个月 就能把老魏的钱还上 不过很快 你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有几个小黑子 一直在刷屏 优质不是江华吗 几天不见这么拉了 在娱乐圈混不下去 好网上要翻来了呀 哈哈哈哈笑死人 唱的西枪就牛了 是不是没钱了呀 来来来 也赏你两个小花花 而你并没有慌张 几十年的人生经历 你的情绪真的很稳定 对着手机说道 这几位朋友 我不知道你们在现实生活 经历了什么 才让你们在互联网上 吟吟狂吠 不过我还是劝你们 不管现实生活中 遇到了什么难事 一定要努力面对生活 最后送你们几句话吧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 不要哭泣 因为明天他还会继续欺骗你 说完你就把这些人拉黑 不给他们反击的机会 这也是你突然发现 直播间里来了几个熟人 见状立马作证身体 然后一正言辞 今天直播就到这儿吧 大家都去看我们乐剧 我们乐剧很好看的 说完直接掐断直播间 直播间已经突破 五万人在线了 好家伙都搁着 替你吹牛呢 我刚刚好像发现 这把艺术团的领导进来了 这家伙撂下我们就跑了 关闭直播后 你又码了四千字 然后关灯睡觉 你可能不知道 自己又上热搜了 第二天你踩点来到剧场 自己现在毕竟还是一个新人 除了新龙门 其他的戏要观摩一下 音乐看谱是能弹出来 但是感觉不一样呀 戏曲可是很讲究的 今天的你可是全副武装 墨镜鸭舌帽 口罩一英俱全 一走进剧院 就发现李云霄背着手 笑呵呵地看着自己 眼睛里满是戏血之色 蔡团长也背着手走了过来 江华同志 不错嘛 小子一套一套的 懂套路而不套路 见状你尴尬一笑 团长 我这不是和他们吹牛呢 你怎么知道 这时云霄从背后偷偷拿出手机 把你在团长面前低头 乖乖认错视频拍了下来 发到姐妹们的群里 老师 我下次不敢了 我一定认真宣传乐剧 与此同时 花艺新电影发布会 众多粉丝围了过来 魏元作为演出人员之一 站在角落 他的咖位没有资格占C位 底下的粉丝尖叫着 王凯站在舞台中间 整个人容光焕发 这可是花艺今天 最大几个电影投资之一 王凯在里面 饰演重要的角色之一 很受公司的起重 魏元在一边撇撇嘴 这家伙太能装了 长得还没江华好看 装什么呀 于是他下了舞台 掏出电话给就给你打了过去 电话那头 还是有几个女孩子 唱戏曲的声音 说实话 魏元有点羡慕了 这家伙每天身在花丛中 简直是厌浮不浅 江华 王凯的新专辑7月初上线 太嚣张了 我看着不爽 文言你感到无语 你看着不爽 自己出专辑打压他呀 哥这找外援呢 魏元继续说道 我有几首压箱底的歌 你拿去发不出来 我们可不能让他太嚣张 见状你咳嗽了一声 老魏 你让我很寒心呀 居然藏有私货 魏元尴尬的笑了笑 这个是我准备的养老保险 我不像你们 靠外貌就能混得很好 行了 你的养老保险就留着吧 对了航程这边 你有认识的录音老师吗 我等休息的时候 去录一张专辑 魏元马上惊呼道 江华 自己写歌吗 还是算了吧 这次王凯收的歌 是花了大价钱的 还有泡菜国的制作老师 结束通话之后 你有点选择困难了 主要是可选择的太多了 现在的歌曲 连临时抱佛脚都能成为流行 想好歌曲 你拿出一个笔记本 坐在后台开始写歌 写到最后一首 这时两个鬼头鬼脑的人影 悄悄摸了进来 小心翼翼地靠近你 一下子蒙住你的眼睛 猜猜我是谁 见状你嘴角微微一笑 又是这个幼稚鬼 翠花 不不是 是小薇吗 李云霄推了你一把 江华 认识的女人不少吗 你摊开双手 猜也猜到是你们了 怎么了 演出结束了 哪里有 我们是晚上演出 呀你在干嘛 他好像发现了新大陆 把你的笔记本拿了过去 看上面写的东西 江华你在写歌 君君你快看 两个人坐在你身边 研究其歌词 他们从小接触戏曲 审美是没问题的 君君看到最后 两首戏腔歌曲 整个人就陷了进去 小声说道 江华 这两首歌 能不能唱来我听一下 自从上次晕倒被你抱 他都不敢和你说话 你唱了两句之后 君君却皱起了眉 好听是好听 可是能不能用乐剧唱腔呀 文言你一拍大腿 没问题 你有时间吗 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录歌 毕竟自己的唱腔 还是不够专业 李云霄嘟囔着嘴 整个人不开心了 你笑道 云霄 这两首歌 你们一人一首 正在这时一个 非常可爱的小姑娘 跑了进来 不公平 我也要我也要 来人是艺术团里 最小的花旦王青青 她比你还小几个月 见状你一拍脑袋 那好吧 我再写一首 你们都有 女孩子的快乐 就这么简单 不过这件事 还得报备一下 毕竟自己现在 是有组织的人 虽然是下班时间 弄的兼职 但是这个兼职 可能有点不一般 休息日 你拉上三个小妹妹 根据卫元发来的地址 打了一个车过去 很快几个人 停在一间 关着门的店铺前 你们等一下呀 我去敲门 李云霄在君君耳边 说了什么 三个小女生 有点紧张了 拉开了一点距离 店铺门从里面打开 一个头发凌乱的 青年男子站在里面 你是刘超吗 我是魏元的朋友 今天来陆哥的 刘超看了一眼 江华后面的三个女孩子 眼神里满是不屑 又是来陆哥骗小姑娘的 他见得太多了 陆几首歌装文艺青年 骗设施卫生的小姑娘呢 魏元这人 怎么交这样的朋友 他嘴里说道 陆哥可以 一千块钱一手 几个小姑娘捂着小嘴 太贵了一千块钱一手了 我能不能先看看设备 刘超也没说话 而是转身走进了店内 江华 好贵啊 我们再找别的地方吧 轻轻拉了一下你的衣袖 觉得太贵了 十一首歌就要一万多 他们才刚刚参加 新龙门的演出 没有多少演出费 这得两个月的工资呢 你只是笑了笑 这是正常录歌的价格 更专业的制作人 岂不都要一万打底 搞音乐还真费钱 这给你乐得不行 搞音乐不光费钱 还不赚钱呢 很多歌手都转行啊 几个人走进录音室 这里很小 但是设备都很全 东西堆得很乱 但是乐器啥的保养得不错 刘超坐在一边说道 一首歌一千 如果需要配乐的话 价格另外算 我还得叫人过来 李云霄想说他是黑店吗 比他的龙门客栈还黑 你连忙拉住他 可以 我们可以搞定 说完就开始摆弄起来 乐器你都会 还要找什么人 刘超在一边冷笑 还在装 这小伙子为了泡妞 真货的出去 不过这几个小妹妹真是漂亮 一会提醒他们一下吧 这歌词不错 配乐还没弄完 他走到你身边 看了一眼笔记本上的曲谱 还算有点水平 你则是快速把配乐弄好 陈丽君是英 戏腔一出 刘超整对人呆立当场 这边曲 这曲风 太大胆 戏腔加伯峰 太惊艳了呀 由于陈丽君是第一次录音 有点瑕疵 所以站在一边细心的给他讲解 轻轻在录音室外边看着他俩 嘴里说道 云霄 我觉得江华好厉害 什么都会 可是我觉得他离我们有点远 要是他火了 肯定会离开艺术团的吧 他敢 他可是给团长下了保证书的 要在艺术团干到退休江华 如果跑了 我把他抓回来 李云霄恶狠狠地看着你 很快进入状态 还别说 专业戏腔就是不一样 只花了不到一小时 第一首歌录制完毕 你走了出来 刘超立马从调音台边站了起来 我靠 兄弟你是专业的吧 这个妹妹的戏腔也绝了 兄弟加一个联系方式 我给你打折 这是好事啊 接下来在刘超的配合下 几首戏腔歌都录完了 你给轻轻加写了一首试灵 不算惊艳 但是传唱度应该也不错 几个女孩子都饿了 接下来的歌你自己就可以录音 走了 吃饭去了 轻轻还呆呆听着手机里自己合唱的歌 简直不敢置信 原来音乐软件上的歌是这么来的 每个人都把这次录的三首歌 下载到了自己的手机里 宝贝的狠 走路都在听 老板 晚上几点关门呀 我还有几首歌 别别别 不用付钱 我和魏远老师是最好的朋友 他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你来我这路歌就是给我面子 这不好吧 刘超拍着自己的胸口说道 这有什么不好的 只要老师你以后能经常指点指点我就行 李云霄拉了一下你 江华 还是给钱吧 要不我们几个给你凑凑 你则是微微一笑 那能让你们给钱 这几首歌火了以后 你们今年的家餐我包了 几个小姑娘很开心 不过对于这几首歌火 他们是不相信的 那有这么容易 说完你给刘超扫了三千块钱 刘超站在门口 看着几个人的背影 觉得异常和谐 才子佩家人 你已经用自己的才华征服了他 等你们走出巷子 刘超立马拿出手机给魏远发语 魏远 你在哪里认识的这一尊大神 简直绝了 戏枪加古风你知道吗 他激动的差点跳起来 耳边还时不时的响起三首歌 看来音乐圈要迎来地震了 不多时几人来到火锅店 小吃货们血脉觉醒 菜一上齐 大家快乐的吃了起来 哇 太好吃了 艺术团的饭都吃够了 吃货这话一出 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你给他们每个人都盛了一碗汤 快吃吧 吃完了我请你们去游乐场玩 这点燃了大家的热情 他们好久都没去游乐场了 轻轻感叹了一句 江华 你好好呀 你要是走了 我会想你的 小姑娘家家的说什么不吉利的话 我怎么我就走了 轻轻马上解释 不是 我是说你离开艺术团 你看看你 会写歌 会编剧 很快就要火了 要去赚大钱去吧 你笑了笑 我走哪里呀 我被娱乐圈封杀了 再说了这里挺好的 放心吧 走不了 这时几个穿着背心的男人走了出来 浑身纹着纹身 一身酒气 走在前面的光头满脸横肉 路过你们的座位 然后醉醺醺地说道 靓女们 加一个微信呀 几个小姑娘被吓了一跳 你直接站起来 这位大哥 不好意思 我妹妹们怕生人 请你离开 这话已经很客气了 你不想惹事 可是这个人不依不饶 想伸手去拉里云霄 他坐在外边 见状你一把推开他的手 请你离开 同时悄悄把手机录像功能打开 交到军军手里 军军胆子要大一些 他立即懂了 这个火锅店虽然有监控 但不保证监控是不是好的 光头立马就不耐烦了 推了一下你 你TM谁呀 滚开点 我杭成龙哥知道吗 说完就想去报云霄 见状你连忙把他护在身后 大喝一声 我警告你 离我们远点 这一下整个火锅店的人都看了过来 火锅店的顾客不少 光头觉得自己威严受到了挑衅 一拳就打了过来 这一下直接点燃了战火 TM被老子爷爷从民国打到朝鲜 我爹可是参加过老山轮战的 从小就被老爹严格训练 你进入娱乐圈 他为什么生气 是因为他想让你去参军 所以才有了五年很少联系的情况 只见你弯腰侧身 然后一个铁伤套 光头被崩出很远 后面的人一看龙哥被打了 一起冲了上来 经过特训的你收拾这几个臭鱼烂虾 还是轻而易举的 不多时五个人全都被撂倒在地 整个现场一片狼藉 你则淡淡地走到龙哥身边 就你TM叫龙哥呀 叫呀 怎么不叫了 别TM喝了一点猫尿 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龙哥被打怕了 刚刚五个人都没拿下这小伙子 他知道今天是踢到铁板了 好汉还不吃眼前亏呢 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警察来了 全部人都被带走了 这可把几个小姑娘急坏了 这个我们不会被团里警告吧 你把手机放进自己的兜里 看了一眼君君 他点了点头 乐剧团摄影师的实力 你还是相信的 有这个作为证据 这就是正当防卫 派出所里 蔡团长走了进来 看见你零件都在 就是衣服上有几个脚印 几个小姑娘坐在你的身边 在说着什么 好吗 他白担心了 还想着给你找一个媳妇 现在小百花的三个美女 都快被拐跑了 三天不管 要上房接瓦呀 看到蔡团长进来 你立马傻笑 团长 您来了 我是正当防卫 哼 还不走留在这这准备吃晚饭呀 被领导领出派出所 这滋味很不好受 几个小姑娘也跟在后面 逼着头还心有余悸 好好的一天就这么被破坏了 你还想着晚上去录歌呢 这一下只能乖乖回去吃外卖了 回到宿舍后 你洗了一个澡 只穿了裤子 这句身体荒废了三年 确实是该锻炼了 最近真的很忙 恢复得很慢 门突然被推开 外边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李云霄连忙捂着眼睛 不敢看你 哎呀 你怎么不穿衣服的 见状你连忙穿上衣服 怎么了 有什么事 他悄悄把手指张开 露出一条缝隙 然后才放下 君君点了外卖 让你一起去吃 下午都没吃饭了 与此同时花一人经理办公室 你的前经纪人冲了进去 姬总 江华和人打架了 被人拍了视频放到网上了 说完连忙把视频打开 视频有点晃动 距离有点远 不过能看到你下手很凶 好 非常好 马上找水军 给我使劲黑他 妈的连续上了两次热搜 让姬总感觉很不好 这家伙想翻身 那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 好的 我马上安排 这次一定让江华不死也脱一层皮 很快一个视频就被冲上了热搜 前少年团成员打架斗殴 素质低下 令人扎舌 视频被人掐头去尾 就剩你一个人殴打五个人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歪曲事实吗 最后人家警察同志放了你 不过这就是互联网的样子吧 对方只需要自己想要的目的 现场也有几个人拍了视频 甚至连火锅店的监控都被取证 可是花一是什么公司 这是他们的炒作手段 买热搜 投留 那都是基本操作 不过你却对此浑然不止 第二天一早你刚刚走到剧院门口 就被一大堆闻风而来的人围住 江华听说你把三个人打住院了 有什么感想 对方已经准备请律师 你将如何应对 这就是花一的操作 你可太熟悉了 前世的娱乐圈里 这样被搞梁的明星可不要太多 甚至连大老板都被这样操作过 你只是淡淡地说道 我是正当防卫 如果对方起诉的话 我会尽量配合取证 说完冷着脸走了 可那些人还不想放过你 江华 你是不是在逃避什么 听到这话你停下了脚步 转身看着刚刚问这个问题的人 我不知道你怎么判断出来我是在逃避 如果我有罪 就让国家和人民来审判我 这句话声音很大 把在场的人都给震住了 没有人再敢向前一步 你默默地转过身 神色冷静走进蝴蝶剧场 这次你是真的生气了 本来你是情绪很稳定的人 两世为人 很多东西都看看了 可是对方咄咄逼人 依然不肯放过自己 艺术团办公室里 蔡团长揉着太阳穴 他觉得第一次觉得你就是一个大麻烦 这不才上班一个月不到 上了三次热搜 一次比一次闹得还大 这一次更是打架斗殴 他都怀疑自己是不是选择错了 咋就一点都不省心呢 咚咚咚 门被敲响 你嬉皮笑脸地走进来 领导 您找我呀 蔡团长白了你一眼 这小子还笑得出来 网上的舆论风暴太大 你怎么想的 你尴尬一笑 在娱乐圈 这简直太正常不过了 挑起矛盾话题 然后引爆热点 最后反转收割一波流量 这简直是对手送上门来的热搜 这小子还是娱乐圈的那一套 蔡团长搞不懂了 这家伙啥都懂 怎么就能被封杀呢 他十分生气僵怀 别拿你娱乐圈那一套忽悠我 我们是搞戏曲的 见状你连忙拍着团长的后背 团长 别急啊 这不是我们新戏的上座率下降了吗 其他的戏上座率也不高 我们需要流量 需要曝光 这是流量为王的时代 这话还算是中听 他清楚现在剧团需要曝光 但也不是这么暴点 不过看你这不慌不忙的样子 肯定心中已经有了方案 说说 你准备怎么办 你立马组织了一下语言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我这几天避避风头 然后我准备放一个大招 给咱们剧团引来颇天的流量 说出你的方案 我要知道全部 不太好忽悠了 见状你只能说到 我想等我的粉丝超过50万 然后出面澄清 出一张专辑稳定流量 最后打造一组CP 吸引来大量的CP粉 出专辑 这小子好像报备过 他也同意了 反正是下班休息搞的 上班的时候 这小子还是很认真的 新龙门算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现在看起来还不错 你这次录的歌 我听过了 还行利益不错 先试试看吧 不过我警告你 操作之前必须向我报备 难得得到老师的夸奖 你更有信心了 你得团长揉着肩膀问道 那我的请假申请 看见蔡团长点头 你蹦跳着离开办公室 你刚离开办公室 两个脑袋从走廊转角出帽了出来 没事吧 团长没处分你吧 你看着眼前的两个人 确定了 就打造他们两个的CP 反正乐剧也有CP的传统 小生和花旦就是天然的CP吗 这两人成天演梁山博与注英台 也有默契 你拍了拍手 你们先去演出吧 我没啥事 说完你就从后门溜走了 两天时间 要录完剩下的歌曲 还是很难的 网上的舆论越来越不利于你 本来最近好几个明星翻车 甚至还有人进去 大家对现在的娱乐圈就很反感 你的出现 算是给大家一个发泄的途径 可是恰恰相反 娱乐圈有一种说法 不管是黑红还是怎么红的 都是一件好事 就怕没有话题度 不得不说 这些黑粉也是疯狂 连你几年前的黑料都扒拉了出来 而你仅有的几个粉丝也急了 在网上拼命洗白 可是人为言寡呀 不过也因祸得福 你的粉丝急剧增加 很快粉丝就破了50万 这时你发了一个视频 硬是这个视频顶上了热门 其实你一直在等一个机会 现在机会来了 与此同时 王凯一则对你评论的视频 登上热搜 视频中他对你强烈批判 成为了所有黑粉的精神领袖 主持人问了一句 你对曾经的爱豆江华怎么看 王凯笑了笑 不怎么看 我对劣迹一人都没有好感 对了江华是爱豆吗 他有什么代表作吗 这就是贴脸开大了呀 主持人掏出手机 打开你的歌 说实话 这算是原生的黑历史 不过和现在音乐圈比起来 也差不到哪里去吗 毕竟大家都在厕所里找金子呢 王凯直接笑出了猪叫 这演技略显复夸 哈哈 这也能火 我小侄女唱的儿歌都比这好听 然后话锋一转 就开始宣传自己的音乐了 我的专辑将在7月1号上线QQ音乐平台 我精心打磨两年之久的专辑 并且请了泡菜国的制作团队 融合了各种音乐元素 希望大家去支持一下 听听什么叫真正的音乐 你就知道 花艺肯定不会做亏本生意 黑你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拉踩你制造流量 然后顺势推出自己的心源 收割流量 你知道自己等的机会也来了 正愁自己的专辑没人宣传吗 风浪越大于越贵 不花一分钱的流量 不得不给花艺这一波操作点一个赞 他们是懂流量的 但是他们错过了你的实力 还以为你是以前那个 随意就封杀的小孩子 接着你就联系了几个铁粉和阿里布库 让他们把自己的视频发了出去 晚上你打开了直播间 一下子涌入一万个观众 大多都是奔着看热闹来的 谢谢大家百忙之中来看我 为了回馈粉丝 我出了一张专辑 其中有几首是全新的尝试 希望大家喜欢 卧槽 这是和花艺硬刚了呀 兄弟 我敬你是条汉子 江华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们家凯凯是最棒的 我在这发誓 如果你的专辑排名超过凯凯 我倒立拉屎 大家记住这个人的ID 到时候真赢了 我们请他表演 都什么时候了 说完从旁边拿出一把吉他 江南 送给大家 这只是吉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这首歌也在其中哦 不是主打歌哦 主打歌更好听 你看着直播间的六万人 然后想到不刷礼物 可是点赞吗 鼎鼎人气也是好的 那这样吧 每个人点二十下赞 我再唱一遍 本来刚刚差不多 就有八十多万赞 你这花音刚落 点赞数值先上升 谢谢大家 那就再唱一遍我就下播了 我明天还要上班 大家也早点休息哦 直播间里一片哀嚎 而你并不知道 这首歌影响力有多大 江南火了 真正意义上的火了 你顿时觉得自己 好像太残忍了 就发现这个世界充满了恶意 他打开朋友发来的链接 然后就是你的歌声传了出来 仔细一听 妥妥的一首爆款歌曲啊 歌词很唯美 唱得也很好 另一边 你又被抓进团长办公室了 这家伙隔三差五弄点新闻 你怎么回事啊 不是录了乐剧细腔的歌吗 怎么不放出来 团长我保证 这次我们团一定火到煤边 然后开启全国巡演 哼 再信你一次 说完团长拿出一个把扇子 签名 你可以离开了 最近给我老十点 而你只好签下自己的名字 小心翼翼的离开了 团长这是怎么了 居然只是怪自己不唱戏枪鼓风的歌 还让自己签名 蔡团长摇了摇头 对你真是无语了 从来没见过这么跳脱的男生 你说他听话吧 还挺听话 狠手规矩 可是干的事都不是小事啊 你见过搞兼职出专辑的吗 不过这还真不违规 只要不私底下接商演代言 这就不违规 可是一个戏曲团 出一个唱流行音乐的歌手 祖师爷会不会跳出来打死他呀 他做了一个违背祖师爷的决定 不知未来会怎么样的 这家伙就像是一个异类 可是戏剧团需要一个这样的异类当破壁者 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不喜欢戏曲 互联网冲击又让大家有了更多娱乐方式 进剧场看戏的人更少 乐剧需要新鲜血液 需要破壁者 你身上有太多的可能性 流行加戏曲加娱乐圈的操作方式 也许真的能破圈 不过自己的女儿嚷嚷着要来戏院 绝对不能让她来 小小年纪追什么心吗 你离开艺术团办公室 又来到练功房 这边离蝴蝶剧场有一段距离 现在练功房里人少了不少 看戏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上台的机会也多了 这是好事 有演出就证明大家都有钱赚 今天好像没你的演出 你走到另一个房间 拿起二胡即兴演奏了一曲赛马 啪啪啪 门口突然出现一个老人 小伙子 这一首曲子叫什么 真不错 老人家看了你几眼 然后离开了这里 你则是摇了摇头 开始练习戏曲里的桥段 这可不是整体的音乐 而是每一个桥段 每一段唱词旋律都不一样 很考验就乐师的经验和临场反应 因为很多时候 现场会出现很多突发情况 不仅是戏曲演员需要长久的训练 幕后的乐师也需要很多训练 戏和曲是不分家的 门口 菜团长和刚刚那个老人仍在看着你 小菜 这个年轻人很不错 二胡拉的很好 可以多培养一下 菜团长摇了摇头 您是不知道 这小子多麻烦 三天两头给我惹麻烦 文言老头笑得很欢乐 很难得看到你头疼 年轻人马哪有不犯错误的 多包容一下 只要不犯原则上的错误就行 菜团长点头 又问了一句 王老您今天怎么有空来剧团 我路过 听说你们搞得不错 所以来看看 王老刚走 你走了出来 菜团长 你吓我一跳 而菜团长则是觉得你越看越顺眼 以后私底下叫我阿姨就行 有人在的时候 叫我菜老师 文言你一脸茫然 稀稀怪怪的 正在这个时候 你的手机响了 江华先生 我是网易云音乐的经理张建 我们想和你签独家协议 你在我们平台发歌 九一分成 你分九成 另外我们还会在全网站推广你的歌 你刚想拒绝 这不划算 用户基数都不一样 你连QQ音乐十分之一的用户都没有 人家对半分也比你多赚不少 可当听到签约费一百万之时 你立马打住了嘴 你等等 我去问问我们领导 在得到领导肯定之后 你和网易云网签约了 毕竟只是给歌曲找个发布平台 不算违规 QQ音乐那边 也很快得到了消息 网易云花一百万签了一张专辑的独家 他们是疯了吗 王凯得知消息之后 连忙打开网易云 一共十二首歌 每一首两块钱 如果打包购买的话 也就一百九十九元 定价不高 他是不想支持你的 可是要了解敌人的情况 这钱还得掏 直接打包购买 首先听最出名的江南 前奏一想 他就知道这首歌有问题 一首一首的听下来 王凯听得大汗淋漓 这样的歌曲一出来 简直是降维打击 他们的专辑还有谁会买单 再反观王凯的专辑 制作编曲什么的很专业 可是就是不好听 大家抱着时一时的态度 听了几首 然后纷纷退款 评论区自发的安立你的专辑 与此同时 小百花艺术团 你依旧是全副武装 你想到今天可能会小火一把 应该没啥问题 从宿舍出来 你准备去吃点早餐 走出没多远 就发现问题了 一条街都在放你专辑里的歌曲 这家放流沙 那边就放江南 中间这家看情况不对放一副之名 当你看到一帮举着应援牌的小姑娘 从街上走了过来之时 连忙低下头 随便买了一份早餐就落荒而逃 来到蝴蝶剧场 你连正门都不敢走 只敢偷偷从后面的小门走进去 毛老师早呀 毛老师可是艺术团的前任团长 三届梅花奖获得者 艺术团绝对的顶流 现在负责蝴蝶剧场 让我看看我们艺术团的顶流 你小子可比我牛多了 说完拉着你走到二楼窗口边上 这可真把你镇住了 下边的人密密麻麻 全都举着应援牌 整个蝴蝶剧场的前门都被堵了 还搞起了大合唱 什么流沙 江南 心中的日月 还真是为难他们了 一晚上就学会了这么多歌 这个不关我的事啊 毛老师我只是下班做做兼职 这话真的很招打 毛老师拍了一下你的肩膀 你小子自己惹的麻烦 自己去解决 人太多了 容易造成踩踏事件 见状你连忙点头 从剧场里提了一个大音响 走到正大门 见你出来 这些人都疯了 你连忙打开麦克风 大家回去吧 我要上班了 你自己都急了 两时加起来 只做过幕后也没火过呀 不嘛 我们要听歌 我们要看演出 让剧场加戏 一天只演两场怎么够看 蝴蝶剧场才多大 你们这么多人要加多少场呀 毛老师抢过你手里的话筒 我知道大家喜欢江华 这个星期天 江华会在蝴蝶剧场 开公益戏曲演唱会 到时候大家再过来 这给你直接干猛啊 江还是老的辣呀 文言众人才慢慢散开 让出了通道 你松了一口气 就像搞点兼职赚点钱这么难呀 饭圈那一套都来了 自己又不是什么流量明星 喜欢就去买专辑支持一下 不喜欢就在网上喷一下得了 主要是流量来得太突然 剧场这边 还有艺术团都没准备好呀 回到后台你想了一下 拍了一个视频 发到自己的抖音上 大家好 我是江华 今天有很多粉丝组团来看我 我很感激 但是这个方式我很不喜欢 太危险了 我不是流量明星 不要搞饭圈那一套 我也永远不会搞什么粉丝后援会 不需要 大家喜欢我就去买我的专辑 哦对了 我是一名乐剧乐师 也希望喜欢乐剧的 多多支持我们 来剧场看乐剧演出 我们的乐剧真的很棒